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i,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醫食同源篇 我們會說石榴的健康用途 我想大家知道石榴是很高抗氧化成分的 連護膚品、化妝品都會有石榴的成分 但如果我們一般來說 就這樣在超市、生果檔買來吃 就會很麻煩的 袁醫生 我相信石榴是一個季節性的食物 香港不是說成員都會有的 但大家都不會陌生 我們先了解 石榴這種水果 原來在拉丁自然上 石榴是代表有種子的蘋果 所以你看看樣子 尺寸都是好像蘋果那麼大 但裡面是很多帶肉的種子 其實這種石榴 是一種落葉灌木的樹 的一種植物 這種樹通常大概五到八米高 即是十六到二十八尺高 都可以都幾高 大家都知道石榴是一種 紅紅粉粉色的一種的水果 裡面有成幾百粒這些種子 這個種子每一粒都包著很多汁 很多汁的一個膜 其實石榴的營養價值很高 我們都知道 譬如它含有很豐富的重要營養素 譬如維他命C、維他命K、葉酸、鈣、 鈣、鎂、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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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鰻 這個石榴也含有高分量的 我們稱為 黃銅類化合物 以及 Carolin 這種種子都是一種很強的抗氧化 是保護我們的心臟病 以及癌症 我相信石榴汁 可以這樣說 供應到差不多 我們日常需要的維他命C 就是100cc 可以供应到我们日常需要的维他命C16% 还有维他命B5 它亦有很多的甲和千年多份 有一种叫做Elegitanic 和黄酮类的化合物 这种油花单磷 这种是一个特别的成分 我通常一般的了解 都是用在我们做一种 心脏和喉咙的一种补充品 亦是抗癌和增强免疫能力 如果你看回历史上 原来是有很多有关石楼的记载 可以说是在我们文献里面 亦都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和宗教 都有记载石楼的 它原生地可以说是Persia 波斯的一种原产食物 这种超级食物 很多扮演来都被人重视 早期的波斯的军队 会吃一些石楼 石楼子 因为它相信它可以令到他们无敌 在中国的文献里面 也有说 石楼子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更加长寿 古埃及的人 就当了石楼子是一种 风性和有野心的一种象征 我看回古卷里面 古卷里面 古卷是一个 Ebers Papyrus 差不多在1500年前公然 1500年前的一个最早的医学文献里面 它记录了 埃及人用石楼子 以至回虫和其他的感染 在祖延 我们看在埃及 其中有一位 服侍埃及皇后的一位很高级的徐虫 在他的墓里面 也发现了 培葬物里面 也发现一个很干的石楼 我看到这个石楼的资料 追索到很多延前 石楼在大概17世纪末 有些西班牙移民 带了去美国 今时今日的石楼 大量种植在阿里桑拿州和加州 通常他们种这些石楼 用途都是用来制造一些饮品 我知道石楼的皮 和石楼树的皮 都是传统上 用来对付土舍 利质 和腸壮的新虫 这种石楼 是一种修炼的特质 这种石楼 是一种修炼的作用 可以防止流鼻血 和牙筋流血 亦都可以收紧皮肤 通常这种用法 就是用戒指油加在一起 使用 令到我们下垂的预防 可以收紧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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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用来治疗我们的治疗 我也知道 石楼 其实都是属于纤维高的食物 如果种子里面 也有很多不饱和的油 通常我们吃干的时候 可以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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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在这方面 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了 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记录下来 好的 石楼 我们经常说 医食同源的食物 其实是你最好的药物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 训练所里面 我们都很强调 我们用的工具 最多同类疗 是我们的 我认为是最高层次的 医疗的工具 接下来就是食物 如果能够用食物 治疗病 当然是尽量用食物 其他的反而是比较其次 好了 石楼在健康的功效里面 可以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首先 我们通常有些人 就说胃酸 反酸 胃酸过多 反酸 我们发现 如果石楼汁 加一些蜜糖 因为蜜糖本身 对那些 很多胃的问题 或者与优门螺旋菌 或者有些什么 都可以帮助 都可以每天 喝三次 几天后 进入了很多 胃液 都可以处理得到 其他的问题 好的 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用到的 就是我们 关于我们的 暗瘡 同时,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 重组皮肤的疗瘩 我们通常主理的暗瘡 只不过将石楼的抽水物或渣汁塗在面部 你一直用它几天,会很快看到效果 相信香港很多人都有暗瘡这个问题 大家都想不到,原来石楼本身有这么好的 除了这个,例如老人痴呆症的Alzheimer Alzheimer这个老人的脑部退化 在我们过去文献,其中有一个研究 用老鼠很容易倾向出现Alzheimer 这种老鼠,让他喝石楼汁 他发现,如果喝石楼汁的老鼠 脑部有一种叫做Amyloid plaque 通常,通常我们的Alzheimer病人 如果我们照着脑部,有时会看到这些 叫做淀粉阳的蛋白斑 代表我们的脑袋已经有这些退化的现象 原来发现,喝石楼汁的老鼠 他们的脑部里面的,叫做淀粉阳的蛋白斑 是少很多的,比较对照 而且他们的脑袋处理,用脑处理的操作 他们也做得更加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有些老人 觉得有些脑袋退化 不用一定说是Alzheimer 当然如果是,记得大量喝石楼汁 是很具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血压 我们可以减低我们的血压 喝多些汁 可以连续喝两个星期 发现,可以将尚压减低 原来它怎样做得到这个效果呢? 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血清 那种血管的收缩的酵素 这种酵素,它就可以抑制它 导致我们的上压的收缩压 是没有那么高的 我会发现,如果每日喝石楼汁 说饮价是2盎司的 每日喝2盎司 可以减低我们的收缩压 差不多是5% 我只不过是喝2盎司 是的 第二方面,我们发现 是对付乳癌 发现原来 柳汁是可以消灭乳癌的 癌细胞 但是它也不会伤害 我们健康的细胞 当然,它也可以预防乳癌细胞的出现 好了,说回癌症 我们如何饮法呢? 原来,发现一杯的石楼汁 它们的抗氧化物 是多于红酒 多于绿茶 多于蓝莓 多于蓝莓 红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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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发现 我们的石楼汁 具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物 这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石楼健康的用途 袁医生刚才提到 原来石楼有很多功能 是的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除了我们曾经所说的乳癌症 癌症 其实对心血管方面 石楼是比较出名的 因为在外国 很多石楼果汁 其实它都有提及 帮助我们的心血管问题 但是你知道 然后在医学界 政府不让他说 不让声称 但是也有个官司在打 生产商说 我们现在说 是有科学证实的效果 不是胡说的 但是你知道 今时今日的整个医疗架构 全部都是西医 用药的控制 它当然不希望 你用一些天然的饮食 搞定 可以 所以靠你自己 自己去学 因为这些资料 其实也很多 好了 在心血管方面 我们发现 有一种化合物 在石楼里面 我们叫做安石楼 英文叫做 Punicallogen Punicallogen 是一种叫安石楼 这种的物质 这种这样的化合物 是发现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 和血管 其他的研究发现 一些很紧 很强的抗氧化的化合物 在石楼里面 也可以减低 我们的血小板的凝结 当然 如果能够减低 这个血小板凝结 同时 也可以减低我们的血压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可以减低 我们的心脏病发 和我们的中风 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石楼 对于我们的胆固醇 可以减低我们的 低浓度的胆固醇 就是所谓的坏的胆固醇 也可以增加高浓度的胆固醇 就是好的胆固醇 当然 我们一般都觉得 减低的胆固醇 和其他的心脏风险的因素 我们发现 原来 在人的研究里面 它不单止是可以做到 以前所说的效果 它仍然可以将我们的血管硬化 那些斑 那些血管硬化的斑 可以重新 倒转 可以清除 我们的实血管斑 好了 在另外一方面 例如发烧 通常 发烧 其实我们要小心的是 发烧 通常都不应该 用什么退烧药去按摩 任何的烧 用退烧药 都是对身体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是 因为发烧是身体 一种医疗的手法 对不对 那我应该让身体 去继续 它需要做发烧 当你的身体的发烧 处理到的问题 你的烧 就自动就会停 如果你硬去按烧 其实会令到 你的身体的病 是医不得好 但是发烧的时候 我们都要留意一个问题 就不要我们 就是不要导致脱水 是吧 通常呢 亦都会口很干 那我们通常 如果发现 在发烧的时候 我们就是 就是 喝的石楼汁 可以减低脱水 这个问题 还有50cc 的石楼汁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 在那个 在那个 土舍的时候 出现的脱水问题 因为始终 压得厉害 尤其小朋友 压得厉害 其实很容易脱水 所以我用石楼汁 来到补充 那个水分 其实效果就好 比喝滚水 好 第二方面 在牙科方面 原来我们发现 经常喝的石楼汁 是一种 一种自然的方法 是预防牙石的 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 很容易生牙石 嗯 那其实 生不生牙石呢 其实和你口 那个 细菌族的环境 其实很大关系的 有些人 经常拆牙 其实都没有什么 帮助的 而且洗牙 也是没有真正帮助的 因为你那头洗完 很快牙石 就会生回 好了 但是呢 那个 那个 喝尝尝石楼汁 是可以一种天然的 预防牙石的方法 那 也可以 就是 令到我们 帮助牙肉 不要经常流血 这些问题 好了 那再个方 心脏方面 那原来呢 最近有些研究 我呢 发现呢 如果每一盎司 一天 每天 喝八盎司 即一杯 的石楼汁 如果连续三个月呢 是可以改善 我们的身体的养分 进入我们的那个 那个 心心 那方面的 那如果有些病人 是有这些 冠心病的病人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那我曾经所说 那如果一些人持疡 整个研石楼 这个成份 就是Pulnycallergen 是一个主要的成分 来到增进 我们的那个 石楼汁的抗氧化 和健康的效果 那就是 其主要 那种是 有个叫做 那个 安石楼 这种的 这种 一种的化学物 是一个功效 那我曾经所说 那如果有些人持疡 治疗其实也挺痛苦的 有些人觉得治疗是热气 石楼汁也是这方面很有帮助的 当然石楼汁 香港是贵截性的 不是说要吃一定有的 但石楼汁是很多的健康店 他都有这些饮品购买的 还有方面免疫能力 原来石楼是一个很好的 调理免疫的一种营养 对于经常性重复性的敏感 或者鼻黏膜 好像有些不舒服 好像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其实石楼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癌症方面 有些研究显示 原来石楼汁可以抑制肺癌的出现 还有一个应用的地方 就是骨质性的关节炎 很多研究发现 石楼汁可能是可以预防到 我们的软骨的退化 你知道骨质性的关节炎 都是我们身体的软骨的退化导致的 是 好了 还有一方面是前列腺癌 有一个研究发现 有50位男性 曾经做了前列腺癌治疗的手术 发现如果他们是 每天喝一杯 100盎司的石楼汁 可以令到他的酵素 PSA是代表前列腺癌指标 是可以将他的水平稳定下来的 那就是说 可以处理前列腺癌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那皮肤 那刚才 Diane你也提及了 其实很多现在护肤品里面 都会有用的 嗯 发现如果我们喝的石楼汁 是对付我们的曬太阳 是可以帮助皮肤受损 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是 那原来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皮肤 我们有一种叫做 皮纤维细胞 Hafibroblast 那这些细胞 是帮助我们身体的弹性 和胶原蛋白的 嗯 那这个石楼汁 可以加强这些皮纤维细胞的寿命 可以令到我们的弹性 和胶原蛋白 令到我们的皮肤有健康的弹性 是 和那个弹性 是 很重要 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女性 用很多钱 用很多护肤品 其实呢 不妨用一个很简单的食物方法 那这个是 我相信呢 这个效果是更加好的 好了 那 大家知道了 我们可以 在饮食方面 我们通常可以成只这样吃的 但是通常呢 或者和大家 解释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呢 是怎么样呢 是吃那个石楼 那通常我们都会 就是 硬硬扯开它 或者 就是割两刀 拆开它 那将那些石楼 那些一粒的石楼子 可以呢 就刮它出来吃 是呀 有时候拿牙牙刮 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也挺麻烦的 而且手呢 都红薄薄的 那么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呢 就将那些石楼呢 就由上直接切落底 切成四块 嗯 OK 接着呢 将这个石楼呢 摘一盆干净的水里面 那在水里面呢 我就将那些 那些皮呢 就是那些 那些皮呢 那些皮呢 那在这个水里面呢 那些石楼种子呢 就会掉出来的了 那这些石楼种子呢 就会 通常会沉在水的下边的 哦 而剩下的那些皮啊 那些那些杂质呢 那些杂质呢 就会浮在面的 那用这个方法呢 那你很快呢 那整个石楼呢 就将那些石楼种子呢 就是拆了下来的了 那你倒了一些水啊 是不是 倒了那些浮面那些杂质呢 那你剩下的那个底那里呢 拿个沙基架 就是架一架 那就是你成包 成碗的石楼籽的 那当然啦 石楼籽可以做炸汁啦 是 也都可以新鲜食啦 那还有石楼 有时候有一些核在里的 那通常那些核都挺硬的 那所以通常那些人 那些核就不会怎么吃的了 那但是其实不要紧要的 如果有机会吃到呢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里面的纤维呢 也都有其他的那些微元素啦 那石楼那里呢 我们知道呢 其实它用途很多啦 有时候呢 我们见到那些甜品里面呢 都有时候有石楼的味啦 那梳鼻啦 是不是 那也都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那些混合酒喝的 就是石楼 Cocktail 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就加那些石楼的糖漿啦 那这些呢 尤其是伊朗 在中东国家是比较多的 那 那 石楼最简单的呢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啦 是不是当水果那样来啦 擦来吃啦 那吃 那通常一路这样 自己口里面炸汁啦 那种子呢 那些核 那些核 通常都没回出来的 因为你要吞吃呢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嗯 那当然最简单呢 就是 就是 那种子味很多是那个石楼汁啦 那我也都可以混合其他一些的汁 的 因为有时候觉得石楼有点稠的感觉 是的 那尤其当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白色的那些纤维 炆走它 那我们喝石楼汁啦 我们可以用 混合铲汁啦 嗯 用两个石楼呢 用三个铲汁啦 那来到 将那些 混合那里呢 就用一些汁啦 来到来到炸汁的 那加着加点冰 非常之好用的 嗯 那那石楼有时候 有些人呢 就可以用一种 搅那个 香蕉啦 用那些 一小香蕉啦 加两杯 那个 椰子奶啦 或者加一点 蜜糖啦 那用一个 搅拌机 将它搅拌了之后 那跟着呢 就将 再搅拌石楼汁 嗯 听起来好好味哦 是啊 那其实呢 那这些是一种 就是很容易呢 就是有些人觉得 石楼本身好像 一些稠味呢 是用那个香蕉呢 去搅拌 或者用那个 那个椰奶啦 椰奶好像 很好很好 很柔软的 那所以其实呢 石楼的 饮法呢 食用方面呢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令到那个味道呢 更加更加 嗯 等我回去试一下先 那今天多谢了 袁医生的分享 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 约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收听 拜拜 拜拜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